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二十九集 刘勇家里基本上是不开火的 隔着墙晚上回家做饭 白天到夏小兰家 一家人还挺热闹 说说笑笑一起在厨房帮忙 李凤梅也没想到刘芳会上门 年初二是要给夏小兰姥姥姥爷上坟扫墓 祭品都早早准备好了 哪知道刘芳带着梁欢姐弟上门 刘勇黑着脸就想关门 刘芳把手放在门框上 快给舅舅拜年 梁欢憋憋憋憋的 梁宇这孩子实称 舅舅 我想表弟了 咋没看见涛涛啊 刘勇那门就关不上了 梁宇去年来过 和表弟刘子涛玩得好 一年过去了 还惦记着刘子涛 刘勇当着孩子的面 不好做得太绝 梁欢这丫头像他妈妈 梁宇的性格既不像刘芳 也不像梁家人 涛涛出去玩了 一会儿舅舅找他回来陪你 你进屋看电视等他行不 当然是行的 没有哪个小孩能拒绝电视机的诱惑 梁欢叫了声舅舅 也跟着进了屋 刘勇家打扫得干净 却还和去年一样破旧 梁欢暗暗撇嘴 只觉得刘勇和李凤梅抠门 蓝凤凰生意那么好 赚的钱也不少吧 也没说把家里翻修一下 或者直接盖个新房子 就像刚才看见的 隔壁邻居家新盖的房子 在农村里还挺好的 大舅家想盖一个 还怕盖不出来 幸好 今年还知道买个大彩垫 要不梁欢在乡下 能无聊到死 梁欢还以为会瞧见夏小兰 她今天打扮得格外盛重 不愿意被夏小兰比下去 就是来村里的路太难走 她爸没有了小车 梁欢三人 要先从河东县坐车到安庆 再从安庆县城过来 路上有积雪 梁欢怕弄脏自己的皮靴子 用报纸裹着脚 走完这段路的 结果打扮得这么好看 却没瞧见夏小兰 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郁闷感 刘勇把梁欢姐弟放进去 却把刘芳拦在大门口 哎呀 你来干啥 大过年的 别让大家闹心 刘芳快气死了 以前是她不愿意回娘家 现在愿意回来 刘勇却嫌弃她 大哥 你要站在二姐那边我不管 你自小就偏心二姐 这个是大年初二 我回家来给爹娘上坟扫墓 这总行吧 刘勇要是不讲理一点 上坟都能不叫刘芳去 她才是刘家的儿子 刘芳是出嫁的女儿 刘芳还说她偏心 两个妹妹 一个善良老实 一个刁钻刻薄 刘勇能不偏心吗 她收养又想去摸门后的扁蛋 好好好 你上坟 上完你就走 我没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妹妹 你要是真嫁进梁家 就一起要当梁家的好媳妇 为了梁炳安升官发财 连亲外甥女儿都卖呀 刘芳也不服气啊 她要是知道夏小兰自己找了个好对象 也不用去做梅 便宜没站上 白白惹了一身骚 还牵连了她家老梁 提起这事 刘芳都后悔 我错了 大哥我是真错了 咱就别提这事了 行不行 夏小兰没啥损伤 梁家却有大动荡 刘芳心想 至于吗 又没吃亏 但她不敢痛痛快快 把自己想法吼出来 为了梁欢 也为了她家老梁 她还得装 还得演 刘勇和刘芳的动静不小 李凤梅在隔壁 听得清清楚楚 不仅李凤梅听见 夏小兰也听见了 她这个小姨 智商进掌啊 估计也是被生活教做人了 原来多巨傲的一个人呢 现在起码嘴上知道低头认错 当然也就是嘴上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刘芳花了几十年 才形成的性格 哪能改变得彻底啊 刘芬自然也听见了这动静 汤红恩还在呢 刘芬实在不想让汤市长看笑话 可今天是大年初二 刘芬和这个妹妹不想来往了 却禁不住人家 要来给爹妈扫墓 两人是同父同母的 这点关系不可能白扯断 怎么回事 汤红恩偏偏还不能当看不见 到了七景村后 汤红恩最大的感受就是 刘芬和夏小兰的不义 现在刘勇当了小老板 夏小兰成了大学生 都还有各种麻烦 真不敢想象 以前过的日子是什么样 汤红恩既然管了 就要管到底 家里有丢人的事 刘芬也没办法 他隐隐觉得 除夕那天的拒绝 其实没啥用 汤市长的想法还没打消呢 这是不行的 刘芬得让汤红恩看见 两人的差距 也无所谓自暴家丑了 就把刘芬当初干的缺德事说了 哎 幸好没嫁成 要不小兰一辈子都毁了 对梁家人来说 夏小兰只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嫁给樊振川是高攀 可刘芬知道自己闺女 比别人家儿子更有志向 不需要靠嫁人来改变生活 更何况还是樊振川那种坏蛋 于奶奶有句话 刘芬一直记着 假之蜜糖 以之披霜 想把他女儿拿去换好处 刘芬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这事 刘芬想起来就生气 汤红恩特别镇定 不必生气 小兰她小姨以后 只有求你们母女的 高兴了你赏她一个笑脸 不高兴了不用理财 你过得越好 她越是难受得要命 听音就能识人 汤红恩能把刘芬的性格 判断个七八分准 他这说法都快把刘芬逗笑了 刘芬求她 这点她是不稀罕 也想象不到 汤红恩却没把话说透 夏小兰和于奶奶都明白 汤红恩的意思 刘芬这次上门 肯定就是来低头的 为啥低头呢 只望着从夏小兰身上占便宜呗 但汤红恩这话还有个意思 连李凤梅都听出来了 以后刘芬当然只有求着阿芬的 如果阿芬同意了和汤市长在一起 就梁家那样的观迷性格 想想那画面 李凤梅肩膀都在抖 夏小兰都麻木了 汤红恩能把这种话说得一本正经 他能不服气吗 妈 没事 上坟就上坟 我们和梁家的矛盾 总不能牵连到姥姥姥爷身上 小姨是当女儿的 按照习俗就有回来上坟扫墓的资格 隔壁 刘芬还在往屋里张望 这咋不见嫂子跟涛涛呢 也没见夏小兰和二姐刘芬 今天年初二 这些人能跑哪里去啊 刘勇指了指新房子 在小兰家吃早饭 不过 就处你干的缺的事 我寻思着也不好意思上小兰家去 你就在这里等着 赶紧上完坟就回去 隔壁的新房子是二姐家的 刘芬愣住 他大哥这也太舍得了 自己还住破房子 却出钱给二姐盖新房 请不吝点赞订你